在未来的2020年 地球上99%的生活都灭绝了 剩下的那1%也对未来充满了绝望 不巧 我就是那1% 难道你就要想命运去福了吗 哎呦妈呀 这啥玩意妈呀 这世界才离遇毁灭不远了 屁眼都会说话了 小朋友 屁眼都会想念 谁 谁是屁眼 这是我的眼镜 啊啊 眼珠子呀 啊不对呀 那眼珠子也不会说话呀 要不是我没张手 我绝对给你个大瓜子 现在没有时间跟你探讨屁眼会不会 眼睛会不会说话的事 我问你 需要我们先命运低头 啊这样啊 虽然我是一只蜗牛 但是我也是有尊严的 我是绝对 哼会向命运去福的 我服了 我不光向命运低头 我倒要不应该磕头了 嗯 这 小了一点都不按套路出白呀 算了算了 我还是跟你讲讲 这个世界 因为什么才会变成这样 你再做决定吧 我是这个地球的意志 我叫盖样 盖样 是 是那个盖样吗 难道你是那个 奥特曼 不是那个盖样 我不是奥特曼 你再插嘴 我那眼珠都瞪死你 哎呀哈哈 行行行行啊 你继续说啊 我不插嘴了 一百年前 在印度洋诞生了八只魔神 就是他们才地球生灵涂炭 我跟他们大致了七天七夜 最终 我不信 落败 就只剩下这只眼睛 给我眼才转了 哎呀妈 你怎么个急啊 这都让人打倒瓜子 小放屁来的 你啥意思啊 你让我一个窝妞干点啥 欣赏我自己 去给他们做顿法师窝妞吧 不是的 叫阻止灾难 必须把你传送回一百年前 那时候魔神不强大 你只要不断的课金就 等一下 你再说一遍 我得不断干啥 课金 不是 那科金的钱能给报销吗 不给 但是你能告辞